三国演义 第十回 战官渡 这时江东孙策的势力也一天天壮大起来 东郡太守许贡看出孙策有攻打许都之心 便上述曹操告知此事 不料书信落入孙策手中 孙策大怒之下便杀了许贡 一天 孙策上山打猎 独自追一头鹿时 遭到许贡手下三个门客的袭击 身中毒箭 性命违在旦夕 医生劝他须静养百日才能保命 孙策是个急性子 听说曹操的谋士郭家不把他放在眼里 批评他是性极异而少谋略 号称匹夫之勇 孙策听后勃然大怒 便要出兵攻打曹操 誓言取下许昌 这天 孙策正宴请袁绍的使者陈镇 只见手下大将纷纷下楼去 拜见江东道人于吉 于吉外号神仙 所到之处百姓都焚香礼拜 净若神仙 孙策大怒 痛骂妖道惑众 令军士杀了道人于吉 他自己也因忧愤病逝加重 竟于精神恍惚中 常见于吉的鬼魂 不久因剑伤发作便死了 此时才二十六岁 孙权继承哥哥孙策的权位 并依靠周瑜 鲁肃等江东人才 势力越发强盛 曹操见孙权势力壮大 便奏请皇帝封孙权为将军 兼领跪姬太守 袁绍得知此事大怒 发兵七十万讨伐曹操 曹操兵少良缺 想速战速决 便领张辽迎战 曹洪则领精兵三千 随后冲入敌阵 援军万弩齐发 曹军大败 一直退到关渡 才稳住阵脚 谋士许忧建议袁绍 派一军乘胜直洗许都 前后夹击曹操 袁绍不听 反而怀疑许忧与曹操有勾结 许忧见袁绍不采纳他的妙计 再加上他的儿子侄子 又被人设计关进了监狱 只得连夜投奔曹操 曹操听说许忧道 连鞋也顾不得穿上 慌忙从睡中醒来迎接 见到许忧倒头变败 许忧献祭 让曹操公乌朝 烧元绍军队粮草 曹军夜袭乌朝 将元绍的粮草物资 全部焚毁 元绍军心大乱 被曹操打得大败而逃 七十万人马 只剩八百余人 曹操清理元绍遗留下来的书册 发现有许多 是他自己手下与元绍 暗地往来的书信 谋事要曹操将这些人一一处死 曹操摇头不准 把书信全部烧掉 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 元绍攻打曹操时 元绍的谋事田锋 曾从狱中上书劝阻 元绍兵败而回 狱卒向田锋道喜 说元绍一定会放了他 田锋笑了笑说 我的死期就在眼前了 正说着 元绍派来杀田锋的人已经到了 田锋自认 为责民主而是之 自稳于狱中 元绍回到冀州 长子元潭从青州领五万兵赶来 二子元西从幽州引兵六万赶来 外甥高干也引兵五万前来 元绍便将三处兵马整合在一起 与曹操再次开战 曹操兵马驻扎和尚 当地几位老者献九四于曹操 曹操很受感动 下令全军不许伤百姓家 一拳一击 为辙力战 曹操与重将商议破敌计策 谋士成玉献上一条十面埋伏之计 大败元绍 元绍逃回冀州 与三个儿子一起大哭 刘备趁曹操与元绍大战 许都兵力空虚 领兵前去攻打许都 不料曹操兵马一回 但此时曹军疲困 被刘备军杀得大败 曹军手营不再出战 刘备正在疑心 呼听回报军粮被曹军劫了 汝南也被曹军攻陷 刘备大惊 连夜撤军 半途又中了曹军的埋伏 前后受敌 拼力死战 才脱身逃走 前去投靠刘表 曹军也不追赶 自回许都去了 第二年春 曹操又领大军往关渡攻元绍 这时元绍正重病在身 便由三儿子元尚迎战 短短三回合 元尚便被张辽杀败 元绍见元尚败回 挤得吐血而死 遗嘱说 由三儿子元尚继承父亲的权力 元绍的妻子刘氏 便杀了元绍的五个小老婆 元尚又杀了这五个小老婆的家属 元绍的儿子率兵坚守济州 曹军攻不下 谋士郭家 劝曹操做官元绍的三个儿子 互相残杀即可 曹操听从了郭家的计谋 领兵攻打刘表去了 不久 元绍的三个儿子 因继位问题互相残杀 大儿子元潭用谋士郭徒之计 想借曹军来杀元尚 便假降曹操 曹操收了元潭 领大军围住济州 元尚令部将沈佩把守济州 自己则领了一军驻扎城外 互为几角 曹操没有破城梁方 两军相持不下 谋士许优献祭给曹操 曹军引张河之水灌城 城中无凉 元尚军已临绝境 元绍就将新皮枪挑 元尚的大印衣服 在阵前招响守城军事 沈佩大怒 将新皮一家人八十余口 在城头全部杀了 将头扔下城来 新皮大哭不止 沈佩的侄儿沈荣 与新皮是好朋友 便开了西城门 陷了城池 冀州于是归了曹操 刀斧手将陈林推到曹操面前 曹操直问陈林 你写文章骂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要辱及我的父亲祖父 曹操手下人都劝曹操杀掉陈林 曹操知道陈林是个人才 不但为杀陈林 还让陈林在军中掌管文书 曹操到冀州时 许优对曹操说 要不是我 你怎么能进入冀州 曹操大笑而去 大将军许楚见许优 目中无人便杀了许优 提头去见曹操 曹操对许楚的做法十分不满 令人隆重安葬了许优 曹操军追击袁潭到南皮 袁潭让城中百姓也来参战 两军混战 袁潭被曹洪杀死 曹操令人将袁潭人头高挂在城门上 传令由赶哭者斩 青州别嫁王修却披麻戴笑 在城下大哭 曹操十分赞赏冀州的忠义之士 不但不杀王修 反而加以重用 袁西袁上逃往大漠深处的乌环 谋士郭家建议曹操继续领兵追击 曹军在白狼山大败袁西袁上 袁氏兄弟遂带领数千纪兵逃往辽东 曹操认为此次取胜纯属侥幸 所以鼓励谋士大胆献祭 曹操最欣赏的谋士郭家 因水土不服病死沙漠 曹操于祭拜时伤心大哭 郭家留下书信一封 劝曹操不要攻打辽东 曹操一计而行 不久辽东公孙康害怕袁氏兄弟 占了他的地盘便杀了二元 江头献上 曹操撤军回许都 神军 的领枪 内诺 感谢观看